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知识酸奶就喝 俊乐宝长知识了 本栏目由俊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专家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 陆其露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 涂雷 涂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很甜蜜 但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 在他心里好像任何事都比我重要 而且一吵架他就和我提分手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他总说我不在乎他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都是他在无力取闹 一点事情就要和我闹进去 我们总是因为各种小事吵架 吵了虽然和好了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我们还应不应该在一起 我现在也很累了 今天来希望可以好好解决 我们之间的问题 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掌声请出这对小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龚22岁来自江西学生 女嘉宾小何 22岁来自江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经常跟你提分手 是吧 所以你不知道他在不在乎你 这个感觉除了他跟你提分手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呢 还有就是 他经常没时间陪我 我们谈恋爱这么久了吧 他每到周末 他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要回家 回自己父母家 对 因为我现在目前家里 我爸他出去出差了嘛 很久回一次家 然后家里就只有 我妈照顾小孩 还有一个老人 特别特别辛苦 我那时候也跟他说了 一个礼拜回家一次照顾我妈嘛 那你家里人需要照顾 那我就不需要照顾了吗 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大学 我容易吗 我放假 我平时周末又不能回家 你是我男朋友 你不陪我 谁陪我呀 清明节你也没有陪我呀 是吧 清明节都陪你干嘛 因为我家里一个习俗 一个情况嘛 我家里的长子就必须 要回去击败一下先祖 那你国庆节也不陪我呀 那也是因为我回到家以后 我爸他刚好回来了 我妈那边已经订好 去博物馆的票 因为我爸很难得一次回来 很难得家里人一起去聚 叫我跟我同学 能看能不能妥协一下 往后演一演 那你什么都能推迟 什么都比我重要 那你还找女朋友做什么呢 对啊 周一到周五陪你 周末回去陪陪家人 帮着干点活 好像也说得过去 日常对你怎么样 他平常他经常 对我承诺的一些事情 他也做不到啊 他上次说 我们两个去逛街 然后我看中一个 很好看的口红 当时吧 我试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色号特别好 我也很满意 他当时就说 要不我给你买吧 但是他到现在 也还没给我买呀 价格大概也有 四百左右吧 当时我实际上 没有带那么钱嘛 因为我自己本身 一个经济情况问题 自己在兼职 然后想存点钱 给他买这个口红 但是我发现就是 光是我们两个出来玩 就是出来逛街什么的开销 超出了我这个兼职 存下来的一个钱 那个开销嘛 存不到什么钱 就一直这样下去 就没有给他买到这个口红 你如果没钱买的话 存不了那么多钱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也能够理解你 但是你也别给我承诺呀 你承诺了你就要做到啊 不是他承诺你的是 今天买 明天买 后天买 还是说在这辈子 我们俩的最后那一刻 我送你一只口红 他的承诺是什么姑娘 他的承诺就是说 等我攒到了钱 我给你买 钱不是还没攒着吗 但是他那个生日礼物的 那件事情 你又怎么说呢 生日礼物 我不是也送了你吗 虽然说事情也比较忙 但所以到生日那天 我才记起来要送你生日礼物 可能他那快递晚了一两天 但是也是一样送到了呀 我还送了你礼物啊 生日为什么要叫生日 就是在那一天才算是生日 那一年就过那一次生日 你都要给我推迟 那就只能证明 我在你心里也就那样吧 还有你压力大 我压力也大呀 每次我们一吵架 你就跟我闹分手 我一闹分手 然后你就同意 那你为什么要闹呢 因为我委屈啊 都没什么事闹过分手啊 又是国庆的那一次嘛 然后前一天 他跟我讲了 他家里有事 那他有事我也有事啊 是吧 我也推了好多 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就跟我说 他不能去了 我就有点生气 我也没有理他 然后第二天 他也是对我的脸色 不是很好 我就更加生气了 那我那天晚上啊 活了你那么久 把很多信息给你 你也没有回我 那我觉得 就是非常非常累 心里很不舒服 到了第二天早上 还是一副那样的 一个脸色在那里 那后面到了地鞋站的时候 我跟你说话 你也不理我 然后我就只好说分手 然后你也没有追我呀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结果一样的 后面我不是也反省了吗 找你认错 我们不就和好了吗 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 又因为同样的事情 吵架了 因为那时候 我们也约好去兼职嘛 结果就是 兼职没有赚到什么钱 然后我们两个出来的时候 开销也很大 就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我当时也哄了他 那结果他一路上就是 什么话也没说 我就给了他两个选择 我就说要么我们就继续 这样努力下去 这样改变一下现状嘛 要么就是不要过了 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分手 上次年是他朋友过生日 然后叫他去酒吧喝酒嘛 他之前答应过我 你不会喝酒嘛 我那个时候说 我不会喝酒 这意思就是说 我那时候不会喝什么酒的 我最多也就喝那么一两杯 该让他可能听错 就说我一直不会喝酒嘛 不会有很多意思 你当时说的那个意思 不会有不喝不去喝 是吧 至少两层意思 你理解的是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喝酒 他永远不会喝酒 所以你就闹 闹了之后你又烦 烦了你又说分手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情况嘛 然后那边又吵 可能回答信息就比较晚 就会说是 没有回答他什么信息 那结果他那天就跟我闹这个情绪 我就很不开心 那你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啊 你对我的承诺就这么不伤心 那也不全是因为我的问题啊 后面也在跟我抱怨 就总是拿别人的男朋友跟我来比 我一那天假期 他看到朋友圈 那些男朋友带自己女朋友去旅游 去玩 他跟我说这些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咱们什么条件 你不知道吗 那这也不是我故意找你查呀 那一天 我室友他们都出去玩了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 我一打开朋友圈 那全是这样的信息 况且 去旅个游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吧 只要我们 之前做好打算 然后查一查攻略 来个穷游也是很好的呀 小姑娘今天来干嘛呀 我今天是想请各位老师给我们两个人一些建议的 什么建议呀 就是关于这些冲突矛盾的建议 我能先问几个问题吗 就男朋友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男朋友给我一个保护的呀 当初看上这个小伙子什么了 我觉得他挺善良的 善良 还蛮会照顾人的 虽然有时候吧 很多事情想不到 有些木讷 女朋友是干嘛的 照顾 照顾你还是你照顾她 其实我很想照顾她 但因为我自身的一些情况一些原因 就往往有时候会忽略到她 你的学费啊什么是家里还是自己挣啊 学费可能我可能还挣不到那么多 但是我会全部拿出来 就充当学费 生活费呢 生活费也是自己兼职嘛 该如果说是实在没办法 身上没有钱 该只好跟家里人说 其实你现在读书的阶段 等于自己挣钱 然后读书 不够的让家里稍微贴补一些 是吧 对对对 经济情况紧张吗家里 挺紧张的 有点紧张 挺有压力的 那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你有压力吗 也一样有压力 因为两个人的开销嘛 大部分都是我来出的嘛 这个你了解吗姑娘 我一直知道她挺不容易的 每次她快没钱的时候 我都知道啊 然后我也会主动地去买单 有时候稍微有一点那些 照顾不到的地方 我就有一点点小脾气 我也没有真的跟她生气 所以在你心里面 要的男人是说 我可以随时发脾气 你只要随时能哄我就行了 对吧 也要有实质性的 男生今天来这个地方是干嘛呢 其实说实话我来这里 确实因为跟她在一起这么久了嘛 因为这些矛盾 这些问题 然后让我很累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来这里能够 请各位老师帮忙出点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嘛 你虽然在主观上身体很累 但是从主观业望上说 还是想让她走下去 对 想找一个能让这段关系 变得轻松的一些方式 是这意思吗 是是是 如果就是一直这么累下去 还要吗 可能不会吧 好 每个周末都回家对吧 而且女朋友又那么年你 有没有想着相邀这个女生 到家里面去玩一下 谈了两年了嘛 我不是说见父母啊 就是邀请同学到家里玩玩嘛 看一看 想过吗 这个想法其实也有想过 但是也因为实际情况 实在是不好那个 你指的实际情况不好 那个是指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家里人 还是希望我能够 好好的去学习嘛 所以家里人不希望 你这个阶段谈恋爱 这是你给我的杀 也不是说是 不让我谈恋爱 就是让我有分寸 明白 老师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你就恋爱谈到好 好累啊 我先问你第一句话 如果你对女生讲 亲爱的我买不起这个口红 你说得出口吗 很难说出 因为我知道她喜欢 这只口红多少钱女生 三四百 她一个月打工 大概能赚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 我做兼职现在是一千 平均算下来 你这一千块钱里边 包含了一部分的学杂费 包含了你的日常生活费用 包含了你们两个出去的开支 还有你要买的这些礼物 对 我可以算 所以四百块钱的口红 对于你来讲 算是价格很昂贵的 所以男生 我说你谈恋爱最累 累在你永远在讨好别人 你第一想要讨好女朋友 第二 其实你也想要讨好你父母 你说我知道妈妈很辛苦 我想回去陪妈妈 可是你在跟妈妈爸爸之间 和跟女朋友之间 你从来不敢坦露 你自己的心扉 你总希望去做别人 想让你做的事情 可是你从来没有真正 为你自己做什么 所以一旦你们两个出现矛盾 你就想要逃离 我倒觉得你们两个恋爱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女生不是一个特别物质的女孩 可恰恰在于你自己的这种 过于好面子的心理 可是你别忘了对她来讲 或者对大部分人的恋爱来讲 谈恋爱 他们要的是两个人 能够彼此真心地交流 真心地告诉对方 我能做的 我不能做的 就是首要的 如果你在恋爱当中 你连真心话都不敢讲 这个恋爱就不是真的恋爱了 那只是为了迎合别人 而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 你还想跟她真正在一起 首先把你想要讲明的话讲明 跟她商量好的事情 坚决地做到 跟父母那边 我倒认为 你没有什么可忌讳的 告诉父母 我有好好工作 我有好好学习 我也会好好谈恋爱 那相反对于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其实你的男朋友 他就是一个没有经济能力 还要靠自己打拼的男人 他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就在他有责任心 只是他现在有责任心 但是没有那个能力 去扛你们两个需要的经济 所以你不妨给他一点宽松的时间 让他有更多精力 为你们未来去打拼 好的爱情 一定是建立在 互相彼此真诚对待的基础上 再去共创未爱的明天 所以我希望你们明天更好 而不是现在变好 谢谢 好 谢谢郑老师 来 陆提老师 男生 我问你一个问题 家庭 事业 爱情 学业 你要排行怎么排 现在 学业 家庭 爱情 事业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学生时期的生活重心的问题 有一些人在学生时期 他全心全意地谈恋爱 我把它叫做全职恋爱 有一些人呢 他是恋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把它叫做兼职恋爱 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全职恋爱 遇上了一个兼职恋爱 这里面没有对错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考虑的 首先一个 姑娘 为什么你在整个学生时期 你的生活的重点会是爱情 这是你要想的 男生 我觉得你打工啊 挣钱啊 照顾家里 都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要想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制定了一个计划 制定完了 你就觉得我已经把它执行完了 没有去兑现这个承诺 如果你不能兑现承诺的话 为什么要对一个 把爱情看得很重的姑娘 在她面前去说 我答应为你做什么事 你把承诺太轻许了 说白了 你要为爱情投入一点精力 你要为爱情找一点兼职 谢谢 好 谢谢文琪老师 来 阎老师 女生很可爱 说话细声细气的 即便是在埋怨男朋友 听起来也挺温柔的 我觉得你在这段恋爱当中 并不可爱 你明明知道 他是一个家庭状况不好 要靠勤工俭学 而且很孝顺 很愿意承担家庭责任 去陪伴父母照顾 弟弟妹妹的这样一个男人 甚至你都不知道 他一个月打工只挣一千块 你说一两百 你还因为他不给你 买四百块钱的口红 站到这里去指责他 如果你真的是 全情投入地去恋爱 去爱这个男人的话 你应该了解他的全部 你应该特别自觉地说 那你辛苦的时候 我帮帮你 我们现在经历条件不好 不买贵的东西 这是爱一个人的表现 整场听来 你对他的爱情 就是在索取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真的觉得 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生 你也要学会去照顾他 你刚才说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就是照顾啊 凭什么呀 男人照顾女人 是因为他可能 从体力上 从某方面能力上 可能会比你强一点 可以照顾 其他方面呢 他不需要女人的照顾吗 可能我说的话重一点啊 我相信你们之间相处 你一定有温柔 对他好的一方面 我就不说了 我们就说你表现的不够好的地方 如果能改进 我觉得你的爱情还可以继续 我知道我说你的女朋友的时候 男生心里也不是滋味对吗 但不客气地讲 他今天变成这样 你的责任很大 自己扛不起的责任 自己承担不了的所有 为什么全扛在自己身上 你全部担在街上 他就不会成长啊 所以有时候男人在爱情当中示弱 其实挺好的 你把你自己的不如意 把自己的不能够承担的事情告诉他 让他陪你分享 让他帮你承担 你们的爱情会更紧密 你们的心会更贴近 爱情当中成长是相互的 如果任何一方 自己一定要冲面子 或者说是认为自己那么就应该扛起担子 反而会让爱情的天平一边倒 最终走向你们现在这么不愉快的状况 所以都需要调整 我说的严厉一点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两个孩子都不错 希望你们能够调整身上 不太恰当的地方 让你们的爱情继续走下去 好吗 供你们参考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不倾诺 故我不负人 不信诺 故人不负我 你要不是轻易地许下一些 可以答应他的一些条件 他就不会生气 他如果不信你当初给他承诺的那些条件 那他也不会觉得你欠他 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 你必须地清醒地知道 自己是谁 对方是谁 我有多少时间付出到这段感情 我有多少金钱 可以付出到这段感情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对方是个什么条件 对方有多少时间和金钱 能付出在这段感情当中 当年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 我只有四百块钱 我连自己的烟钱都没有 而且我每天晚上 做晚间的谈话节目 我也知道晚上 我不可能跟女朋友去压马路 所以我也不轻易地做这种承诺 所以现在是我的老婆 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 她也从来不向我提这种要求 她知道我晚上要上班 所以她不提要求 说我们要看电影 她也知道我只有四百块钱 一个月的实习费 所以她从来不会跟我说 要带我去吃牛排 她尊重我 也心疼我 她甚至会把几十块钱烟钱 偷偷地放在我的口袋里 而不会像你一样 给我买只四百元的口红 这种话说都说不出口 所以如果你心疼她 你怎么会提这种要求呢 老师我能说一句吗 你说 这个口红当时并不是我主动提的 我知道不是你主动提的 但是如果我是你 即便在她面前 我都不会对那个口红多看见 你在她面前表述出来了 你想买吗 她固然有她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 不要轻易地许下承诺 那你呢 你要是真心心疼一个男生 你明明知道 她有一个弟弟 有一个妹妹 你明明知道 她母亲在家里面 照顾孩子 她回去 就是帮衬父母 你明明知道 你撒个娇 说你不陪我也就算了 你难道还真生气呀 如果你明明知道 她是个什么样的条件 那你就要尊重她这种条件 这种尊重之下 是有情人之间的心疼的 你有吗 因为今天从头到尾 你描述的那种种问题 我们都感觉 你只心疼你自己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她 你就应该懂得去心疼的 男生也是一样 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说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去捧一个娇滴滴的女朋友 那我们就像老师所说的 找一个大大方方的 把自己的口袋掏出来 告诉她 我只有这么点钱 但这么点钱当中 我愿意 有你一口吃的 也有我一口吃的 但我绝不吹牛说 我还能给你买更好 明不明吧 知道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谁 对方是谁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谈恋爱是为了什么 在那段关系里面 你想要的是什么 可能在女生的心里 恋爱就是开心 愉快和享受 它就够了 可能对于男生来说 恋爱不仅仅是这些 还附加了一些责任性的东西 对吧 你看 这两个人在恋爱的认知上 就有分歧 为什么要谈呢 为什么要这么吵呢 不就是吵这个吗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我找的 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吗 你想清楚 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话而言之 你想在这个爱情当中 你最享受的是什么 男生 说我谈得很累 我很苦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 在你们两年的恋爱当中 到底是快乐多 还是痛苦多 到底是开心的时候多 还是流泪的时候多 想到那个人是温暖的多 还是伤心的多 你们把这个东西想一想 你们就知道这段路 应该怎么走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 跟你谈了这么久 其实我们中间虽然说 出现过很多矛盾问题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去解决 好好走下去 因为毕竟这些我们还是可以解决的嘛 我也不想到最后 闹得谁都不好 虽然你经常不能陪我 而且呢 也不会把我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 我当初就是喜欢你的善良 你的耐心 你的细心和包容 但是这些问题呢 你还是得改改 我觉得能不能走到最后 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 喝知识 长知识 访问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俊乐堡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围巾和那个星星是吧 谁来讲讲你们放的是什么记忆啊 那条围巾是 他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 那天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能是借了朋友的手机吧 装作快递员叫我去拿快递 结果到了以后 我看到是他 看到他手上拿着这条围巾嘛 他跟我说 这是很早以前就想支给我的 那支了很久很久 那时候他送我这条围巾 带给我温暖 但我现在想跟他一起 有这份温暖 女生放的是什么呀 那个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花了好几个晚上 给我一颗一颗折的星星 他还特意地放了一小瓶香水在里面 一打开就香喷喷的 特别有感触 就为什么大家拿回忆的时候 你发现都是恋爱初期的那个回忆 所以人们常说一句话 他一开始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后来怎么就那样了 到底是为什么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啊 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古方鲜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鲜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鲜红糖礼合一份 喝知识长知识 保卫爱情靠知识 知识酸奶就喝君乐宝长知识了 来接下来我们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 来 来 请亮灯 送给你们 祝你们快乐 谈恋爱们快乐 来 来 来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哦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睡 爱情当中的人 你们就享受在爱情里 好好的去谈吧 来了解下一对的歌